人生最大的游喜事是什么呢? 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,共享天伦之楼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 有时真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重要,没有好的身体,又谈何幸福呢? 谢娜和张杰就对夫妻从结婚到现在,一直都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,他们没有可以炒作秀恩爱,而且两人在相处之余,互相支持彼此的工作,而且,两人终于拥有了属于他们的爱情结晶,一对双胞胎女儿。 张杰释出了名的宠妻狂漠,参加何久的节目拜托了冰箱的时候,何久让他抱抱,而张杰却脱口而出,拜托了衣橱,何久对此表示十分无奈,并道呼,这是你老婆的节目,直接质问张杰,要啥子吗? 杰却脱,实在令人小破肚皮,在参加向往的生活的时候,自己也坦言,有了孩子以后的他,不仅要宠老婆,现在还多了两个女儿,肩上的责任更重了,但是他很喜欢之中负责任的感觉,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,谢娜会一下子给他带来一对双胞胎女儿吧? 面对这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的降临,出为人母的谢娜给女儿分逼取名,为跳跳和翘翘,当别人问到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小名,谢娜则表示,她在做产检的时候观察到她们一个嘴巴很翘一个很翘,因此就给小公主们起了这对可爱的名字,同时谢娜也坦言,自己时常分不清楚两姐妹来,对此张杰却有妙计,用嘴巴来分辨姐姐和妹, 张杰说,当她唱歌的时候,两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,听到歌声的时候,翘翘会被吸引过去盯着自己看,而翘翘则比较安静不容易被打扰,对于这种分辨方法,小编表示真的吃福了,同时不忘给杰哥一个大大的赞,记得关注一下小编哦,你的关注是小编最大的动力,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,欢迎来评论,谢谢。 谢谢。